请不吝点 姜涛 饭菜都快凉了 你下来吃点东西吧 要实在没胃口 要不先喝点粥 老二 你出去做事情 是个好事情 我也支持 年轻人嘛 就应该得出去闯荡闯荡 这是财富 其实挣不挣钱真的不重要 关键是一种历练 真碰到什么事情 说出来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我们一起想办法来去解决 不就完了吗 就是啊 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 你一个人这么憋着 我看着难受 老二 我是你哥哥 有什么不能跟我说说的呢 陆江涛 还不帮你开手 陆江涛 你是不是个爷们 你吃爷们就赶紧下来 又吃饭 把饭吃了 我告诉你啊 你既然叫陆江涛 你就是这家的爷们 是这个爷们就不应该这个样子 陆江涛 小点声音 我吓着他 他听得见吗 你这么大声会吓着他的呀 我着急呀我 我知道 要不是说什么大事 他不会这样不说话的 陆江涛 你这样我瞧不起你 行了 要不这样吧 你先回铺子里去 我来慢慢问他行不行 交给我 你回去吧啊 回去吧 回去回去 回去吧 回去吧 好 林老师 顾大哥 你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找我的吗 对 什么事情啊 那个 江涛回来了 哎 他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两个月都没跟我联系了 对 怎么回来也不告诉我呢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前两天 前两天就回来了 其实也没跟我说 只是打了一个电话 我到现在都没见到他呢 是吗 但是他现在回到定海那边去了 路大哥 那 那我什么时候 能 能见他呀 我 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个事的 你看明天有没有时间 要有时间的话 我 我有时间 有时间呀 我有时间 那行 那明天 明天我们去见见他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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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啊 谢谢你啊 路大哥 再见 慢点啊 终于回来了 来 来 来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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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